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问候大家在每一天的下午点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秀节目 我是萧芳 昨天这个浪漫的日子 是不是还在延续这种甜蜜蜜的时光呢 情人节 有不少的情侣夫妇都开始甜蜜的约会 广撒狗粮秀恩爱 娱乐圈的明星夫妇当然也不例外 邱慈炫这位韩国媳妇在社交媒体晒出和老公于小光的合照 两人眼神交流充满爱意 宛如一对恋爱中的小情侣 同时两人的情人节杂志封面大片也释放出来 在写真当中秋慈炫面容依旧是精致美丽 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成熟女人的魅力 而且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好 网友直呼优雅女神 还有杜淳的老婆王灿 在社交平台晒出和老公情人节的合照 结果有恶毒的网友在评论区下面恶语相像 还说看你们啥时候离婚 然后王灿也不客气 直接的回怼你下地那天 真够狠的 据了解王灿和杜淳是2021年领了结婚证 但是关于他的二婚的言论非常的多 经常时不时的出来 而王灿对此是非常介意 并且每次都会回怼 今天2月16号正月初六 是毛小彤这位女演员 36岁的生日 当天0点0分的时候 工作室晒出一张海报 总结了她在过去一年的努力 并且送上真挚的祝福 海报中的背景 是各式各样的鲜花 然后还有一轮明月挂在中间 然后毛小彤穿着白色的礼服 秀出自己迷人的直角尖和深邃的锁骨 一头柔顺的波浪长发 披肩也露出了灿烂迷人的笑容 另外今天正月初六 不少的大陆网友们还都在家里过春节呢 应该还有两天吧 而作为拼命三郎的演员赵丽颖 却是一直奔波在全国各地 在宣传自己的新电影 第二十条 当天晚上赵丽颖工作室 突然发了一篇长文 感谢大家对电影的支持和认可 然后还强调赵丽颖依然是 求学路上的赶考生 怎么回事呢 据了解电影第二十条 是由雷佳音和玛丽担任主演 而赵丽颖只是作为特别出演的身份 而且在影片中出现的时间 也不是特别的长 她是一个饰演一个聋哑女 就是不说话的那样子 也是靠演技撑着的 但是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 从正月初一开始的录演当中 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海报宣传 赵丽颖的合照 几乎她都是站在中间 占据C位 然后网络上也出现什么 赵丽颖主演的电影票房 突破累计多少多少 这似乎有点偷换概念的感觉 所以引发了诸多网友的不满 看过才知道根本不是她主演嘛 那随着事情不断发酵 这个赵丽颖工作室也对此做出回应 看得出语气也比较谦卑 说能接受认可也得听得尽批评 要不断进步才配得上所有的信任和期许 还说每一部电影都是由成百上千人共同托起 而演员只是其中的千分之一 那的确功劳不能抢 但是作为主演 有时候还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有可能是会从宣传的角度考虑吧 把赵丽颖放在头前 但是有些片子这个主演可是重要了 就像是热辣滚烫的主演 贾连儿自导自演 在2月15号这部电影的票房 在内地已经突破了21亿 工作室发布了为自己点赞版的海报 也是呼应影片中温暖感人的一些名场面片段 就是在全赛上场的时候 乐盈贾连儿所扮演的女主角 在走廊的玻璃镜像上 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就是那个胖胖的自己 然后乐盈 两个乐盈就跨越时空对视而笑 这个时候乐盈举起拳套 而对面的这个乐盈呢 就竖起大拇指 给自己一个热辣的赞 为即将上场的自己加油 这种对比的铜框的画面 真的非常有温暖 治愈又充满力量感 娱乐秀 继续来秀一秀 在中国内地这几天 从初一开始的春节档 这个电影情况 灯塔的专业版数据显示 到2月15号的11时11分 2024年的春节档 就是10号到17号 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60亿 目前战列前三的是热辣滚烫 飞驰人声2 还有雄出没逆转时空 而贾连儿自导自演的热辣滚烫 票房已经突破21亿 在大年初五这一天 单日的票房达到4.26亿 超过了飞驰人声2 在大年初一的上映首日票房 4.259亿 所以目前它是赞列春节档 单日的票房冠军 而飞驰人声2到目前为止 是突破18亿的总票房 电影里面的张池 也就是沈腾所扮演的主角 也超越了五年前的自己 因为飞驰人声2 已经超越了前作的 17.28亿的票房成绩了 而共赴十年之约 动画电影雄出没逆转时空 也突破了十亿大关 真是有点想不到 都演了十年了 而张艺谋指导的第20条 是以将近9亿的票房 暂列第4 影片也是连续三天逆跌 上映以来 口碑和热度慢慢的在升温 而两部其他的电影 《我们一起摇太阳》 还有宁浩的《红毯先生》 位列榜单第5第6 虽然票房的成绩稍显逊色 但口碑尚可 像是导演宁浩 更是凭借《红毯先生》 几身百亿导演的名单 而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是由韩岩指导 彭玉唱李更熙主演的电影 《我们一起摇太阳》 说是今天就是2月15号 是摇太阳在春节期间 和观众见面的最后一天 然后就要退出春节档 再延后到3月的30号再上映 大概觉得拼不过吧 不要凑热闹了 熊出没逆转时空 在票房达到这个成绩的时候 同时释放出了陈楚生 所演唱的主题曲 《风吹过思念》 哎呀 想想十年了一部动画片 不知道有没有跟着一起追看的听众朋友呢 歌曲当中有一句 享用所有重温快乐悲伤 原来最珍贵是平常 也唱出了离家漂泊者的心声 不知不觉 熊出没也陪伴我们度过了十个春节 而这首关于思念的歌 也为即将离开家的观众 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 Music Show带来的陈楚生 为熊出没逆转时空 所演唱的主题歌 《风吹过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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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萤火虫 飞雅飞 夏天的楼儿竟进水 萤火虫 飞雅飞 夏天的香变水 偶然想起过往 卖天里的村庄 卖天里的村庄 夏天的风吹动 我的梦 是我的故乡 萤火虫 飞雅飞 萤火闪烁 星河流淌 小小的我 依偎在你肩膀 可是我啊 终会去向远方 戴上思念 记住你的目光 成长的路 成长的路 孤单迷茫 苦过笑过 苦过笑过 却会坚强 不知不觉 褪色形成模样 我已不能 再回到你身旁 相拥所有 重温快乐悲伤 陪着你 度过满满时光 原来最珍贵是平常 原来最珍贵是平常 拥抱你 当初一样 闭上眼 你在心上 八卦天天有 娱乐天天秀 圈里的事情倒不完 圈外的人们听不够 欢迎收听 娱乐秀 诚如我在节目的开始 所说的也是这首歌中 所唱到的主题 原来最珍贵是平常 日日夜夜的陪伴 才是最长久的告白 这里是每天播出的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节目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我是萧芳 继续秀娱乐哦 接下来是关于好莱坞的电影消息 这是漫威的 第六阶段的这部影片 神奇四侠 最近官宣了全套的主角阵容 佩德罗帅斯卡 饰演神奇先生 凡尼莎科比 饰演隐形女 约瑟夫奎恩 饰演霹雳火 艾邦摩斯巴克拉赫 饰演石头人 从目前新曝光的概念海报来看 应该是发生在1960年代的事情 而神奇女侠是美国漫威漫画旗下的 超级英雄团队 是由神奇先生 隐形女侠 霹雳火 还有石头人 四个具有超能力的人组成 而这部漫画 也是漫威在60年代复兴时的开山之作 讲述四位科学家 因为受到宇宙射线的辐射而有了变异 然后就获得了四种不同的超能力 然后从此成立了一个团队 既打击犯罪 也进行科学探险 解决各种离奇的问题 而这支队伍实际上也是一个家庭 成员的身份公开之后 也广受世人欢迎 目前该片是由马特·沙克曼 来指导 他此前表示 本篇在制作和故事方面 将会和之前的漫威完全不同 也可以说是它很与众不同 他说我希望能够具体说明 但是我们从故事角度和电影制作方式上 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这确实适合这个体材 我认为它将与以往的任何作品都不一样 肯定不同于漫威以往的任何作品 按照计划本篇定档是明年7月25号 在北美上映 在这之前会有一部也改当的片子 就是恐怖片梅根的续集 梅根2.0 本来是明年的1月17号 但是现在要推迟好几个月到5月16号再上映 据了解在续集当中 故事肯定会继续探索恐怖娃娃的发展和升级 所以这将会进入到一个属于人工智能的世界 其实这一次的梅根的故事相对比较俗套 就是讲一个忙于其他事情 而决定把抚养孩子的工作 委托给一个机器人的故事 然后事情就走向了无法收场的局面 导演的观点就很明确 尽管人工智能具有高效率 但你仍然需要把它作为只是工具 而不是指导原则 就像软件无法捕捉和理解人类条件的微妙之处一样 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也无法创造令影迷满意的内容 所以影片上映之后 口碑票房也挺不错 全球收获了1.8亿美元 制作成本才1200万 而在接受帝国杂志的采访时 温子仁也透露了他们要为续集所创作的内容 但是承认完全深入故事的时间还很遥远 可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类似Chat GPT这样的平台的普及 肯定会要在故事中得以体现 但也正如温子仁这位导演所强调的 现在说故事的情节还太早 但是会以更大的方式回归 第一部你看就出现在比较合适的时间 因为那时候刚刚起步 人们有点担心人工智能 而到了下一部电影肯定会延续这一点 而到时候我们将继续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的世界 谁知道那个时候人工智能又会发展到什么样子了 有时候电影带我们回到过去 重温那些旧时光 有时候电影又带我们到未来 穿越时空去触摸那些未知 而有些电影描述的就是当下 现实却负有警醒作用 电影就是生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陪伴和聆听娱乐秀 我们下次再会咯 See you 拜拜 拜拜 其实有些地方永远都去不了 但我还是静下来了 我还是静下来了 羡慕别人可以去得逞 我们又凭什么不能 一看那些地方就是你会喜欢的 我就默默存下来了 好非几天几夜又有多难呢 我不想要用缘分解释的人生 慢慢假的也像是真的 愿望清淡里的都是 只以为能够实现的梦想 一个一个完成了上去了 最后也只剩下一个你了 一看那些地方就是你会喜欢的 我就默默存下来了 我就默默存下来了 愿望清淡里的 都是以为能够实现的 就默默存下来了 梦想 一个一个完成了 就默默存下来了 才知道 许了愿望 就代表遗憾 而你是所有愿望 你最难实现的 那个 那个 有时候制造记忆的 不是旅程 而是重发之时 没同行的人 关系 就 半 说 theft 木